四组真的不算多 而且说实在这个航线 包括这个圈行出来之后 Pero应该对圈里的这些队伍 大概有所了解 我是觉得他完全可以 在一圈的时候提提速 往里多走一走 是吧 然后再找一些好的方形 去选择分战一下 小五这一波压枪 配合小灰灰 还是把卡德韦直接带走 这个位置去不了了 这点灰灰头上还是有两个人的 而且城里还有 可能有永远的一些枪线 但是永远的注意力 可能在小杨这一次 头上的112出手 还是带走了小灰灰 小灰灰在过去前地的话 就比较难了 这边112在这的过程当中 也是吃到了枪线的一个干扰 结果被放倒地 你看那个New Happy在远点的山上 一直在抽一直在抽 南南拿到了112分数 那这两支队伍其实 第一时间过来感觉 就是信息啊 信息啊没有掌握完全 对对对 这城里藏人的确很难找 巨幅应该是城里放了人 然后山头放了两个人 上来之后呢 也没有第一时间看到 然后替这个YLG和天霸这两个队伍 很有可能会 互相抛一些投注 如果造成击倒 会有可能打一波进地 如果没有造成击倒 OK来了造成击倒了 哈哈哈造成击倒 那这样的话就来了呀 上头顶尽着点 啊这颗雷 哇这颗雷就像一把大狱一样 直接从把人 从这儿狱下来了啊 呃 堂地 是的 自己赶紧 踩到几点 手里压制 补了一个 等着又过来打斜头啊 左边还有人的 得有人架枪 啊林树也倒了 是的 第一梯这边的话也是对于林树的点位 有一些这个投注物的使用 是的 果然这一色只要有一队两队打起来 那马上周边的队伍就肯定不会再倒 今天要快打 推一 啊 马路这一色的人都打掉了之后 但是马路对面还有人 然后巨斧小五也来了 小五两个人 打雷 这边过来 作为一个劝架房 但是推枪的话 已经渗透的太靠前了 所以说这个位置的话 也很受限 第一时间也不太好 退回去要吃这个雷了 这雷啊 这么多雷 哎呀 小杨出手 打了两个 嗯 这也太快 而DDT 同身后也过来了 那天霸感觉 和 哦 天霸现在没了 VLT的话还有一个人 巨斧两个人 拿到了 很多分数在这个位置 对 这波DTT不好打 DTT不好打 因为刚才的话 也是有一些手雷的一些消耗 投注物的消耗 这波如果再往前去走的话 反而会吃到更多的投注 GLY也来了 打了这么久 GLY肯定会站上来看一看 是的 DDT现在所做的一个阵型 就是一个防守撤退的一个阵型 他现在不选择跟巨斧在正面冲突了 因为他屁股后面也会有其他队伍摸过来 这个时候GLY已经过来了 但这个信息 DTT应该还没有发现 完了 这边长龙要开始甩雷了 他回头了 回头应该是开了枪之后 感觉有所察觉 但是SVT那个位置有点危险 SVT那个位置感觉 DTT不太清楚 如果SVT站上来的话 那DTT可能是三个侧身 出手了 出手了 果然有侧身 但是没有打掉 上来就打了枪头 这太痛了 这没有任何的操作空间 去压制小枪的 还是有坡 好 哎这是站着就要打极旧包吗 啊这边永远枪线已经补过来了 啊这是慕斯里远处的枪线 对 一打一 看到了 人可活 还有 小路只能趴在那个 一个小坡后边 看不太轻还是 对主要是这边打架的地方 会被远点的枪线给干扰 FM他想前进坡 然后打一波主动进攻 因为平坡上面真的很难待 继续打伞 往前继续推 5D是没有投的 哎呦小雪远处上线 完了呀这一波 要无人生还我感觉 是难进了 这篮圈太 白边太远了 对 原来 还是把人叫了过来 阿童不一波QE啊 这一波好像是没有输出太多的一些血量 没关系 不过 还是被炸倒了一个 尤雅 尤雅的话第一梯没什么人了 只有一个人 JOY要抱团赶紧清掉尤雅的威胁 尤雅很能拖 早晚要打这一架 看看有没有机会 更早的去消耗一下JOY的一个有胜力量 小五那边还在 小五那边 小五那边还活呢 但是他还是没有进到圈里 前面那边地形很难进得去 小五还是没了 对 因为毕竟是炮在蓝圈里面 拖到61没了的话 可能还能有一个这个一分的排名分 CTG牛海皮先打了起来 那MCE不管另一侧了 先管自己的近点 更近的位置 是的 这边基本上都是一些平地 那这样做一个起队的话 也不是特别的好打 今天做一个防守 防守了下来 这一波有点不好说了 61没了的话 那JOY彻底是 我看看怎么打啊 我有坦克一击血 锁住了 但是慕斯里的一颗雷 炸倒了蓝膜 要不要救一下啊 放下走 可能实际想想你能打到 好 MCE做了一个三人小举的抱团 直接从侧车出处 有CTG出手了 这波 这样的时候 什么情况 看不见人啊 赶紧打 一瞬之间啊 这边GFI直接是被MCE转变 那田路这一侧 也对FTY发起了进攻 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啊 直接摸过来了 哎 我们看头上 其实小童已经绕到位置了 但是小童 还是没有到位吗 小童 到了到了到了 小童绕这个点 FTY发完全没有发现 你看 我当时没有看清的话 我感觉那个位置是一个其他队伍的人 小童绕的位置太关键了 对的 这场比赛 如果能打掉天路 这场比赛 时期直接概率 就会往上继续 继续伸 对 现在就MCE生了 最后一个人要退 这波机会 打到 平点知道了一个 匆匆了 对 匆匆108这个信息是知道了 要往前顶了 他实际上 前顶吃了颗雷的伤害 完了我后退 继续排点 但实际上是在右侧 好 看到了 还好没导人 另一侧的话 MCG还有一个人 没有被清掉 那这样的话 可能还会 一个 就是一个界限 就是小鹏 那个 发现了 是实际上发现的 哇 那这个打完之后 CTG也放心了呀 对 但是这边猴王应该是 哇 这边速度是被王骚骚 对 哦 整体的布局 CTG的枪线 更加的立即啊 实际上是被围在了中间 那正好恭喜到CG 拿下了今天第四场比赛胜利 恭喜 是的 也是配合队友之后 最后完成了一波一穿三 这个M4的King啊 王骚的确